同学们好,今天我们学习第八章负债 首先我们看一下本章内容导读 这一章内容不多,两节 第一节流动负债,第二节非流动负债 负债在资产负债表中 就是按照其流动性分为两部分 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 所以这一章我们就分这么两节内容 这一章我们也计划两节课 第一节课讲第一节,第二节课学习第二节 下面看一下本章考性分析 这一章属于比较重要的章节 也就是说也有点分值,比如考个两分题 内容不多,难度也不算太大 主要考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增值税的快捷处理 这个考的比较多一些 一万年度在客观题里面涉及到 第二个是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的快捷处理 有一个小的考点 第三个考点比较重要 企业发行公司债券 以及可转换公司债券 尤其是可转换公司债券 它的快捷处理 曾经在2021年主观题就涉及到 可转换公司债券这个考点 过去三年这一章的考试题型 主要都是客观题 考个一个单选或者说一个多选 两分题 去年好像没看到这一章 就是公布的事件里面 没有看到这一章的出题 当然不代表说今年就不考了 那么一般情况下两分题 今年教材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下面我们就进入本章知识讲解 首先学习第一节 流动负债 第一个问题是短期借款 这个很好理解 就是企业向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 借入的期限在一年以内的借款 称之为叫短期借款 取得时借银行存款 带短期借款这个歌目 确认利息 在资产负债表日 确认利息借财务费用 带应付利息 支付时借应付利息 带银行存款 很简单 第三到期归还短期借款 借短期借款带银行存款 这个就简单说一下 第二个是应付票据 应付票据是对应着应收票据而言的 应收票据是债权人 应付票据是债务人 也就是说应付票据是企业在购买商品 或者接受劳务时 尤其签发或成对这个汇票 也就是我们在这个零基础导修班课程提到过的 那就是商业汇票 商业汇票 商业汇票其实又封为 商业成对汇票和银行成对汇票 这个基本的知识点要清楚 商业成对汇票和银行成对汇票 简单的写一下 那么应付票据怎么核算呢 第一步当企业构进原材料 或者接受劳务时 开出的商业汇票 借原材料或者库存商品等等 有进项税借进项税额 带应付票据 商业汇票一般来讲 最长时间是六个月 最长的时间是六个月 第二 开出的商业汇票到期支付票据款 刚才不是说了吗 这长时间是六个月到期 要支付借应付票据 但银行存款 第三 如果开出并成对的商业成对汇票 注意是商业成对汇票 商业成对汇票是企业和企业之间 前发并成对的 比如假公司向乙公司销售商品 乙公司呢 就签发了一张商业汇票 那是乙公司成对的 称之为叫商业成对汇票 交给假公司了 约定时间 比如说六个月 但是到期以后 乙公司没有钱给 不能如期支付 那么站在乙公司的角度 今天怎么做呢 借应付票据 带应付账款 要转到应付账款里面 因为你票据到期了 就不再是应付票据了 所以必须要转到应付账款里面去 他不想应付账款 应付账款信用期到了没签还 还是在应付账款里面 另外呢 如果重新签发一张票据 到期我没法还 相对来讲 应付票据比应付账款提供信用期 约束性要高一些 所以呢 有可能再重新签发一张票据 那就又转到新的一张票据里面去了 借应付账款 带应付票据 我刚开始毕业的时候 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包分配的 我是当时碰到银行里面的 我在银行做什么工作呢 就是在会计部门 就联行的工作 包括呢 我企业比如说你们咱们一个同学做财务 到银行要签发 到银行申请 比如说银行程度会票啊 支票呀 本票呀 等等 像这些 其实我主要当时就经受经办这些事情 同时呢 另外就是结算和清算 就是和银行之间进行清算 联行的这些业务 第四 银行程度会票 注意刚才三是商业程度会票 那四是银行程度会票 银行程度会票和商业程度会票不一样 程度人不一样 商业程度会票是这个乙公司他程度的 付款人程度的 那么银行程度会票是找了一个中间人 银行程度 程度银行程度 当然程度银行 我承诺兑现 对付这个款项 我是要收手续费的 那如果银行程度会票到期了 企业无力支付 无力支付到期票款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对于持票人来讲 或者说你就把它理解为是收款人来讲 它没关系 因为一般情况下 程度银行 要无条件向持票人付款 那其实就相当于 企业欠了银行一笔钱了 比如假公司 向乙公司销售商品一千万 乙公司呢 通过银行 程度银行呢 向其签发了一张银行程度会票一千万 到期了 银行必须把这笔钱给假公司 那就相当于乙公司欠了银行一笔钱 是不是啊 乙公司没有钱还 正常情况下 程度银行从乙公司那里划款 再划给假公司 那你现在没有 那程度银行必须要程度 对乙公司来说相当于 那这个时候相当于欠银行一笔钱了 银行垫我们付款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做一笔分路 借应付票去 带什么呢 带短期借款 设为我们在银行一笔借款 那这个讲完以后 三合四比较一下 大家想一想 如果你是假公司 同样的条件下 你觉得你愿意 取得什么样类型的程度会票 当然是银行程度会票了 是不是啊 关于这些问题呢 我们将在金融工具那里站 还会讲到 站在假公司角度 一些会计处理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三个问题 应付账款 应付账款 就是对方销入商品 提供的信用期 那我们呢 形成了一项债务 一般是按照应付的金额入账 而不考虑限制 这个提示 注意一下就行了 知道一下就行了 因为应付账款 一般情况下 时间比较短 我们就不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 第二个问题 是应付账款的账务处理 这个比较简单 当企业购进原材料 是奢购式 是款项上未支付时 借原材料或者库存商品 借进项税 带应付账款 然后偿还的时候 借应付账款 带银行存款 或者说是 我们没有偿还 而是签发了一张商业会票 去偿还 去抵付这个款项 那就带应付票去 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重点 是讲第四个问题 应交税费 在这一节里面 重点还是在第四个方面 括号一 增值税 这是我们这儿最主要的部分 增值税 我们前面讲题目里面 经常会涉及到什么 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 小规模纳税人 什么进项税额 销项税额 都是有关增值税的内容 首先增值税 它是一种流转税 它是就增值的部分 征收 作为继税的依据 来征收 税收的 根据经营规模的大小呢 和这个会计核算的水平 分为一般纳税人 和小规模纳税人 我们在考试题目里面 一般都是讲一般纳税人 除非题目明确说 谁是谁是小规模纳税人 否则一般都是一般纳税人 因为我们上市公司 一般来讲 都是这个经营规模 应该都是符合 一般纳税人的资格 下面第一个问题是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所以我们这重点 还是讲一般纳税人 购销业务的处理 讲两点 第一点就是 对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而言 要设置哪些会计科目 以及专栏 分两个问题 一个是科目的设置 一个是专栏的设置 首先看科目 有十个明细科目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应当在应交税费科目下设置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这是第一个 后面 未交增值税 预交增值税 代抵扣净下水额 代认证净下水额 代转销下水额 增值税 留底税额 减易计税 转让金融商品 应交增值税 代购代交增值税 等等等等 总共有主要这十个 那这十个呢 我们其实不一定全部要找 我们后面有一部分会涉及到 这个给大家 写了一个版书 也就是说应交税费下面 关于增值税 有十个明习科目 这个是最 最常用的 应交增值税 我用颜色标了一下 等一会儿 回我的用途 未交增值税 也涉及到 一交增值税 我们也提到过 代底扣 进一项税 代任正 进一项税额 增值税 留底税额 代转销下水额 这个我们会用到 这个简易也用到 这个我们教材里面 没有提到 但是2021年考试 竟然考了这个明习科目 因为那道题 涉及到金融资产的转让 还要考虑增值税 这个就特别麻烦 好了 我把几个主要的挑了 挑了六个 那么这一块稍微注意一下 最多最多的 其实还是第一个部分 那第一个呢 因交增值税 请大家注意 接着我就讲 第二个问题了 专栏的设置 也就是刚才所说的 第一个明习科目 因交增值税 我是用颜色区分开来的 我想说明什么呢 这个明习科目下面 再设专栏 又是十个 头大了 十个有哪一些呢 我们直接看一个 在实物当中 我们应该要分 借翻专栏和 带翻专栏 借翻专栏是六个 带翻专栏是四个 我们重点掌握哪一些呢 静向水额肯定是要的 肖向水额肯定是要的 肖向水额低减 注意是借翻专栏 这个待会儿后面会涉及到 以交税金 涉及到转出未交 截免税管 静向水额转出 转出多交 增值税 我挑了八个 其实那两个 我们教材的没有出现 之前也没有考过 其他的几个呢 我们在教材知识点 都还涉及到 这就是告诉我们 什么问题啊 因交税费 因交增值税 又要开设明细科目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把刚才两个问题 合在一块了啊 一个是明细科目设置 要设置多少个啊 总共有十个明细科目 然后就这个 因交增值税 还要设置装栏 又是十个 又是十个 这已经是十个了 是吧 这又是十个 所以我们前面做题目 不是涉及到 什么构进原材料时 借原材料 然后借因交税费 因交增值税 括号 尽项税额 是不是啊 就是这个道理 这就是他的 借反装栏 好 先熟悉一下 因为教材上 没有这样详细的 这样说 我把这个一个图表 画一下 大家知道这个结构 刚才是有点凌乱 是不是啊 那现在通过这里面 一个解 这个版数字 我们看得出来 原来这些装栏 都是针对谁的 因交增值税而言的 那下面第二个问题 增值税 一般纳税企业 增值税的计税方法 有两种计税方法 第一个最主要的大部分 绝大部分都是一般的计税方法 所谓一般的计税方法 什么意思呢 很简单 就是把销项税算出来 减去当期的进项项税 差额部分 就是你本期应当交纳的 咱们有的同学考税法的话 你对这块可能更容易理解一些 所以我们有时候呢 建议大家在报考的时候呢 也可以考会计的同时呢 我们再加一门税法 税法相对而言 相对而言的可能比会计内容少一些 要稍微简单一些 当然很锁碎 税法税法 我们有说政治会叫税法 是不是很锁碎 每一门都不容易 只是相对而言 第二个方法叫 简易的计税方法 简易的计税方法 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说 首先是适用于范围 适用于减税方法的 计算出当期 不含增值税的销售额 然后乘以征收率 它不是增值税率 它是征收率 算出因纳增值税额就可以了 我们会计上 不需要掌握那么太多 咱们有的同学 可能考税法 或者说考税务师 那其实要更锁碎一些了 这是一般纳税人 有关会计科目等等 和积水方法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 小规模纳税人 不用花太多时间 我们简单的说一下 小规模纳税人 首先请大家注意 小规模纳税人 只使用于简易的积水方法 所以他没有什么 增值税进项税额 销项税额的说法 没有的 当小规模纳税人 购进商品时 他的增值税额是 不可以抵扣的 应当记录相关的成本费 小规模纳税人 在销售商品时 要按照销售额还原 还原成 这个含税的销售额 要还原成不含税的 除以一加征收率 还原成不含税的 然后根据不含税的金额 乘以它的征收率 算出它的应交增值税 下面给大家画一个板数 来说明一下 购进时 借原材料 带银行存款 这是不可以抵扣的 增值税 寄入原材料成本 构成原材料成本的一部分 含税价格 销售时 比如销售价款是 103万 那么103万 它实际上是一个 含税的交付 要还原 103除以 一加3% 还原出来以后是100 然后再将这个100 乘以3% 算出它的应交增值税 3万就可以了 我们小规模大学 就这样简单的说一下 下面第三个问题 视同销售 也就是说企业发生一些行为 但不是销售 但是我们在税法角度 视同销售 应当要计算交了增值税 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将自厂委托加工 或者购买的货物 用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对外投资 对外投资 以原材料 对外投资 会计上 这个税法角度 视同销售 要算销下税额 名义上是投资 税法认为那就是销售了 第二是分配给股东 进行利润分配 第三是无产捐赠 这些都视为销售 要计算增值税 第二个方面是 将自厂委托加工的货物 用于两个方面 一个是非印税项目 第二是 第二个是用于机体福利 或个人消费 比如 我们公司 是生产笔记本电脑的单位 今天过节了 那么 我们每人一台笔记本电脑 作为这个公司的货币 这个福利 发放给大家 这就是将自己生产的货物 用于集体福利消费 那么 在税法角度 要求你计算增值税 交纳增值税的 其实我们会计上 也视同理销售 要确认收入 这一点 等我们讲后面 职工薪酬 就会讲到这个指示点 在这提醒大家一点 括号一和括号二 比较一下 是不是少了一个购买啊 少了一个购买 不能算 如果企业将购买的货物 用于集体福利 或者个人消费 那个就不是 视同销售了 你购买的时候 实际上是用于集体福利 增值税 购进来 这个增值税啊 不可以抵扣 需要进行水额转出 而不是视同销售 这一点要区分开来 所以我在这写的时候 很清楚 上面有三个 下面只有两个 看一下这张表 自成委托加工购买 用于这三个方面 都视同销售 如果自成委托加工 用于这两个方面 也是视同销售 没错 那购买的货物呢 用于这两个方面 它不是视同销售的问题 它是当初 购进来的进行水额 不可以抵扣 需要进行水额转出 好 这是请大家注意的 接下来一个补充的内容 那就是刚才 我们所讲视同销售 那我们在进行 会计处理是怎么做 如果是用于福利方面的 比如资产的货物 用于集体福利 资产的货物 用于集体福利 借应付职工薪酬 如果是利润分配给股东 借利润分配 如果是投资 甚至是借长期股钱 投资等等 然后代方带肖项税 一般纳税人 就带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肖项税 如果一般纳税人 是简易征税的 是这个明习科目 叫简易征税 如果你是小规模纳税人 就是应交增值税 就没有后面括号了 就可以了 比如给大家写了一个版书 这样一个分路 借应付职工薪酬 借利润分配 代主营业务收入 会计的使用销售 这里面有三个科目 我都写了一下 不同情况下 用不同的明习科目 哪些情况下 分别用什么科目呢 看这张表 一般纳税企业看 采用的是什么样的方法 这个是 不是你随便采用 是根据税法规定的 你如果是一般计税方法 那么代方是代应交税费 应交正值税 消降税 如果是简易计税方法 那就是代应交税费 简易计税明习科目 如果是小规模纳税人 就没有括号了 就是应交正值税就可以了 好 注意选择题的选项 他说哪些不同的情况下 用什么明习科目 接下来第四个问题 进项税不得抵扣 我们刚才就提到了 购金的货物 如果用于机体福利 用于机体福利 比如我们单位里面过节了 要发放给员工福利 一般情况下 都是从外面购买进来的 那购进来的时候 不是有增值税吗 金项税额吗 那这个金项税额是不可以抵扣的 那就是我们这所讲的123等等 具体内容 等我们学习职工薪酬呢 我们给大家讲这个集体福利 及个人消费 那这一块都是细节 注意一下选择题的选项 第二个是金项税额转出 刚才是金项税不得抵扣 那么第二个金项税额转出 什么情况下呢 我们再重复了一张就学习到了 税法规定 如果发生非正常损失 或者说另外一种情况 改变用途的话 金项税不可以抵扣 要转出来 第一个是非正常损失 我们再重复了一张讲了 如果是管理不善所造成的 那么金项税必须要转出 借贷处理质量损 贷源材料 贷应交税费 应交赠税 金项税额转出 也就是你当初 买进来的时候不是抵扣了吗 借应交税费 应交赠税 金项税额吗 那今天要转出来 前提是管理不善所造成的 第二个是改变用途了 其实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 我够进来的时候抵扣 后来又把它用途改变了 作为福利发放给职工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进一项税不可以抵扣 要转出来 接下来第五个问题 差额征税 差额征税主要是针对 纳税人提供旅游服务方面的等等 一般纳税企业提供应税服务 按照银改增有关规定 允许从销售额扣除其他单位的价款 那么分两种情况进行快捷处理 第一种情况是总额法 第二种情况是净额法 如果是总额法的话 那么在确认收入时减少的增值税 销项税额 因为这个从销售额里面扣除的这一部分 称之为叫销项税额低减 就是减少的增值税销项税 编制这样的分路 借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低减 大家还记得前面有一个 借方专栏叫销项税额低减吗 相当于类似于 你把它理解为类似于像金项税额一样的 只不过因为我们今天采用的是差额征税 差额征税是直接从销售额里面 低减支付给其他单位的款项 旅游行业往往是这样的 比如说旅游公司 它收了我们的钱 对它来说是销售额是不是 那同时呢 它要去替我们去购买门票 等等办一些其他的 它要支付 支付给其他单位款项 那么那部分款项涉及到增值税呢 直接从销项税额里面抵减掉 如果是小规模纳税人的话 那就直接就写印交增值税就行了 没有括号 主要还是考一般纳税人 编制这样的分路大家看一下 第一笔分路 确认收入 你在确认收入时 这没问题 借银行存款 比如说我们通过旅行社 报名要出去旅游 那么站在旅行社的角度 收到这笔钱作为它的收入 同时有销项税 然后旅行社呢 它自己要去购买机票呀 门票呀等等等等 那么涉及到它的成本 那这个成本呢 支付从销项税额里面扣除 差额证税 从销项额里面扣除 支付的价款 那那一部分的价款 涉及到增值税 那就是括号 销项税额底减 即到借营业成本 借主营业务成本 借销项税额底减 带银行存款 等一会儿我们结合 教材立体5来看 这是总额法 我们再看第二种方法 叫净额法 净额法就是 按照低坚以后的 这个金额确认收入 确认收入 那就是确定的销售额 那这个时候就 直接一笔分头就完成了 就是销项税额 因为已经抵减过了 按照金额算收入 金额什么概念 金额呢 就是把你已经扣掉的部分 相当于这个销项税 已经理解了 那下面呢 我们分别结合教材 两道立体看一下 立体5是总额法 立体4是净额法 所以我先讲总额法 再讲净额法 某旅游企业 为增值税一发纳税人 差额证税 首先它一个前提 是差额证税 所以才有今天 这种特殊的会计处理 该企业本期 向旅游服务购买方 收取的含税款53万 我们就是购买方 我们付钱给它 事实上 含增值税3万 应支付给其他 接团旅游企业的旅游费用 以及其他单位的相关费用 是42万4 其中应扣除 应允许扣除消除额 而减少的增值税 消项税是2万4 这就是消项税额 以减的金额 那下面看 这个旅游企业怎么处理 首先第一步 收到的含税价53万 借银行存款53万 带主营业务收入 题目已经告诉我 含3万的消项税 剔除掉 主营业务收入 按照不含税价 确认50万 然后消项税3万 然后呢 再根据题目的条件 这42万4 支付的款项 含消项税2万4 那就是借主营业务 成本40万 借消项税的低节 2万4 带应付账款 或者说带银行存款 这是立题5 总额法 总额法呢 就是有 有收入 有成本 有消项税 有消项税的低节 下面 这一个参考 我们教赛人没有讲到 为什么这么做 其实税法上有个规定 试点的纳税人 提供旅游的服务 可以选择 以取得的全部 价款和价外费用 扣除向旅游服务购买方收取 并支付给其他单位的 等等等等 这些旅游费用的余额 作为销售来征税 所以就我们前面所讲的叫什么 叫差额征税 差额征税 再谈第四 那么客用产账 为增税税一般纳税人 为客用公司提供客源的组织 等等一些服务 该企业采用差额征税的方式 以取得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扣除支付给陈运方 运费之后的余额 作为销售额 本期向旅客收取车票 款项53万 因支付和客用公司是47万7 剩下的 这不就差额出来了吗 剩下的53万当中 5万是作为销售额 然后3000是增值税 销下税 这实际上是采用净额法 进行快据处理的 借银行存款53万 带主营业务收入 直接确认5万 然后带3000是销下税 这个是应付的款项 应付的款项 付给客用公司的 那这一部分呢 直接带应付账款 这就是净额了 净额 按净额确认收入 那这也写了一个参考 为什么这样做 税法上 为什么这样去处理 是因为税法规定 试点纳税人 中的一般纳税人 提供 你看 科用产账 我们这道题 就是针对这个来说的 它以余额作为销售额 然后来整税的 好 这是一个小的知识点 注意一下 就怕它有时候会考个冷门的 这个很少考 但是呢 万一可以考到了 我们可能不熟悉 所以今天必须要过一下 我们稍微花点时间 它可能就是两份题 某个选项就在这 或者甚至就这道题 出一个选择题 那你这两份 这一章就考个一道题 你这没看 那这一章 其他地方白学了 所以我们还是要 全面复习 尤其在基础班课程里面 还是要全面复习 因为这完全是有可能 出选择题的 你不是命题人 你不要以你的思维 去预判 命题老师的预判 第六个问题 转出未交 或者是转出多交增值税 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 月底的时候 企业计算出单期 因交而未交 那么要转出来 这未交的要转出来 转哪呢 转到因交税费 未交增值税 明习科目 借因交税费 因交增值税 转出未交 原因从它的借范转 因为余额本来在贷法 叫未交 转出未交 那么转到因交税费 未交增值税 这是单月到月底的时候 下个月交的时候 借因交税费 未交增值税 代银行存款 好了 这笔分路请注意 这笔分路请注意 本月交了上个月未交的 分路时 就是这笔分路 借因交税费 未交增值税 代银行存款 听清楚 本月交了上月未交的 我们今天是站在本月的角度 他说 这个月没交 下个月交怎么做 那考试里有可能考 本月交了上个月未交的 其实就是这笔分路 给大家画一个版书 演示一下 因为这一块呢 你如果只看分路 哪怕你是实务方面的同学 从事会计实务的 会计工作人员 这块也是有点晕的 因为我们在实务当中 有时候不是这么处理 这个太复杂 是不是 太繁琐的 但是我们今天学课本 没办法 按照增值税 会计处理规定 必须按照材质部 所颁布的相关的规定 必须要这样来做 考试就这样的考 所以我们学习一下 规范的操作怎么做 你们单位里面做的 可能是不规范 是简化的 给大家画一个版书 假如本期 进一项税是300万 销项税400万 那其实 在一般积水方法下 您应当本期交纳 100万增值税 是不是啥 假如本期没有交纳 所以就会形成一个 未交的部分 我们要把它转出去 通过一个明细科目 转不是直接从这儿转 不是直接从这儿搞一个 100万 不是这样的 通过一个明细科目 这个专栏 转出未交增值税100 转哪去呢 转到未交增值税 转到这儿来了 然后下个月交的时候 借应交税费 未交增值税 带银行存款 带银行存款 又转到银行存款 那儿去了 就可以了 这是一种情况 再看第二种情况 当月多交的 反过来 多交了 多交了 那就要转出 多交增值税 那就反方向转 转到未交增值税 明细科目的借法 这个我也给大家画个版书 来看一下 丁子银账户比较直观 你就是看到的分路啊 借啊 带啊 一堆啊 脑子都挺乱的 你看一下这个流程就熟悉了 比如说 本期净相税300 销相税400 本期应当交了多少 我这个交了100就可以了 是不是 但是他本期啊 已经交了150 那说明什么 说明多交了50 多交了50 那怎么办 那就从贷方转 转到未交增值税借方去 借应交税费 未交增值税 贷 转出多交增值税 这么一个流程 好 这是一种情况 其实还有一种情况 我再画一个版书 还是净相税300 但是销相税是200 有可能呢 食物当中 我们本期销数少 销相税只有200 同样的本期已交150 已交150 有的人对这个支持点呢 没有很好的理解 或者说没有食物精英 他在理解的时候 他说那这个合起来450 这是200 那就是多交250 所以他这儿就写250 转这儿转250 错 这是没有食物精英的特征 不能这样说的 净相税300 销相税200 净相税大于销相税 那个100 那个100 其实是净相税额 留底在那儿的 等到下一期 交相税底扣的 你本期真正交的金额是多少 是150 所以本期要转多少 转150才是对的 只能转150 所以这块要注意一下 细节问题 有人有了个观点 那个观点绝对是错误的 一看就一听就知道没有食物经验的 不能那样做啊 你是转个250过来了 那真是250了 所以要注意一下 那个净相税大于销相税100 是留底在那儿的 有食物经验的同学 肯定更容易理解这个问题 你真正本期多交的税 是那个150多交的 本期其实不用交税的 等着下 虽然借放净相税后 还有一个100 那是等着下一期抵扣的 给大家解释一下 下面第七个问题 交纳增值税 分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 单月交单月的 那就通过已交税金 这个明系科目 单月交单月 看一下版书 更直观一些 借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以交税金 代银行存款 这是一般纳税人 如果是小规模纳税人 注意 他就是没有明系科目 没有那个括号 二级明系三级明系吧 没有那个括号 专栏没有的 就是应交正值税就可以了 一般情况下 考的是一般纳税人 有时候提门来一个选择题 选项 他说小规模纳税人 怎么做 那你也要掌握 你如果把它忽略到 一道题两分 拿不到了 这是第一种情况 单月交单月的 再看第二种情况 单月交那 以前期间未交的 这就是前面刚才讲过一个问题 上个月没有交那 但是我们转到未交增值税的 那么这个月给交了 那么就是 就是这个明系科目 那考试题的选择题的选项 有可能问 单月交单月怎么做的 单月交以前期间怎么做 对应的明系科目不一样 第三个是预交增值税 有的行业需要预交的 那么这时候怎么做 先预交 借应交税费 预交增值税 预交增值税 然后到月底的时候 我们要截转 要截转 因为你已经交了 交了就形成这么一个明系科目 我们到月底的时候截转 截转到哪呢 截转到未交增值税里面 我也画一个版书 看一下流程 预交的时候 借应交税费 比如一百万 借应交税费 预交增值税一百万 带银行存款一百万 这是预交 到月底的时候 必须要来个截转 转所有都转到未交里面 未交在借法 然后带预交增值税 那这个明系科目就截平了 所有的问题都归集到未交增值税里面 好 这就是交纳增值税的会计注意 接下来第八个问题 这个知识点呢 以前 其实我们 我每年在讲的时候都讲 因为实务当中有这个业务 咱们有的同学在实务工作当中 回线是有你们单位买的税控机 是不是 就是增值税 税控系统装用设备 一直在讲这个知识点 一直没考过 然后到了20年考了一次 冷不丁考了一次 那么听课的同学呢 那就听到了 那就掌握了 那有的同学可能 不把他当为事 认为这个不会考 然后就不听 然后这个分数就没拿到 然后21年呢 又考了一次 这块连考两次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税法有个规定 企业出自购买增值税 税控系统的专用设备 其实什么呀 就是你看那企业里面 你不是有时候去消费的时候 要发票吗 是不是 要发票呢 就是开票机啊 俗话说叫开票机 就税控器 那么像这个就是 它是专用设备 那么税法规定呢 企业花钱购买这个设备的金额 可以全部进行税抵扣 那是好事 其实就相当于企业豁免的 这部分的现金的支出 你可以抵扣掉 比如我花了三百块钱 那三百块钱的话 那我可以这三百块钱 我将来可以少交税的 虽然你今天花了三百块钱 但是你将来可以抵扣这个增值税 所以可以少交税 相当于是少花钱了 另外后期呢 还有维护费用 我们可能通过 比如说一些寒天部门啊 他们有时候可以对我们要进行维护 是不是啊 这是收费的 那这个时候发生的费用 都可以抵减增值税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步 当企业初次 初次购入这个专用设备时 按照实际支付的款项 借固定资产 这个税控机买进来了 开发票的呀 这个打印机呀之类的 那么这个呢 全部做到固定资产里面 注意没有增值税 金项税额的问题 包括增值税 统统算在里面 全部算在固定资产里面 你看怎么说的 实际支付的款项呢 你花多少钱 固定资产就是多少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根据税法规定 你是首次购进 可以全额抵减的 可以全额抵减 那么刚才所购买的 这个比如 800块钱吧 假定啊 800块钱 那现在这个800块钱怎么样呢 减免税款 我们前面有没有这个明习科目呀 也有的呀 减免税款 借应交税费 应交资税 减免税款 就抵减掉了 从借方实际上就抵减掉了 那如果是小贵门纳税人 其实就是 没有括号就行了 就是应交资税就可以了 这是第一点 构进时两步 第一构进时作为固定资产 第二同时 因为可以抵减 全额抵减 全额抵减 所以我直接借 应交税费 应交资税 截免税款 带法带什么 带管理费用 为什么带管理费用呢 因为你那个固定资产呢 是属于管理用的固定资产 将来这个固定资产 是要提折旧 提折旧就增加管理费用 是不是 所以我们今天就直接先冲了管理费用 是这个意思 其实 摊销完以后啊 这个管理费用就全部抵消掉了 是不是 从一个整个一个周期来看 是抵消掉的 第二 发生维 技术维护费 那这个就直接进管理费用的 也是费用化 费用化的支出 直接进管理费用 同时呢 这一部分的 这个管理费用 也是可以直接免税的 借应交税费 应交资税 减免税款 带管理费 就可以了 也是减免的 抵掉了 就相当于这笔钱 我们不用承担了 实际上是少花了这笔钱 你少交税了呗 下面一个参考 我们教材没有 在这给大家补充说一下 我们这儿的内容 主要是根据财政部 在2016年所颁布的一个文件 增值税会计处理的规定 要求企业在初次购买 税控专用设备时 支付的费用 以及缴纳的维护费 我一看到这题 我就愣了一下 怎么这么多钱呢 其实咱们有的同学 是实务工作者 你们知道的 要不了多少钱呢 是不是啊 后来我一想也对啊 人家假公司是个集团的 大公司啊 很多部门都要啊 一次性的买回来了 不可以吗 也是可以的 我当时做题的时候 因为太想着实务当中的问题了 那其实可以理解的 300万 增值税39万 那就总共花了多少钱呢 339万 假公司将其构建作为固定资产 那其实固定资产就是多少 就是339万 当年假公司积极折旧是80万 发生维护费是50万 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列各项关于假公司 删除交易或事项会计处理的表述当中 正确有哪些 A 发生了50万的维护费 50万的维护费 直接进入管理费用 这是对的 这是费用化的部分 B 购买增值税 税控专用设备支付的增值税39万 进入当期管理费用 这个是错的 因为这个也是寄到固定资产里面 339全部寄到固定资产里面 C 购买这个专用设备支付的价款 及增值税339寄入固定资产成本 这是对的 刚才讲过 D 具体的80万折旧费用 寄入当期管理费用 这没问题 提折旧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 C 第三个选项 好了 为了让大家进一步的理解这个问题 我在这把会计分路写了一下 快分路看完以后 你对整个业务就比较容易理解 我们不仅仅是把刚才这道题做出来 关键还是对前面支持点的理解 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讲这道题 就是想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第一步 构建时 借固定资产339 带银行存款339 第二步 按规定可以抵减 那339都可以抵减的 带管理费用的 然后第三 根据你们的条件 本年度提80万的折旧 记住管理费用 风度与喜业 刚才那些答案都出来了 是不是 再来看一下维护费 维护费直接进管理费用 借管理费用 带银行存款 然后第一减50万 带管理费用 借截免税款 带管理费用 那实际上企业花了这50万 这个税收实际上少付了50万 是不是 虽然我今天花了50万 但税收少付50万 这就是一个税收上的一个规定 好了 那这道题我们就分析到这 接下来看第九个问题 这是去年教材增加了一个小支持点 实际上涉及到一些政府补助方面的问题 第一 对于当期直接减免的增值税 那就直接借银交税费 银交增值税 减免税款 带房注意一下 带其他收益 这是减免的 作为一个政府补助来进行处理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当期按规定 急增急退的增值税 比如说像这个软件开发企业 急增急退 你交捞以后 然后下个月又返还给你了 退给你了 这个也寄到其他收益里面 借银行存款 或者借其他印出款 带房带其他收益就可以了 这是些零碎的一些支持点 好了 我们教材上有关增值税呢 就讲了这么九个问题 接下来呢 请大家注意 我每年都给大家补充第十个问题 我不知道哪一年会考到 我可能不知道补充了多少年了 好多年我都在讲这个问题 2022年终于在选择题里面出现了 这个是教材上所没有的 什么问题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与增值税相关的印交税费有关密系科目 它的借方贷方余额在资产负债表中的列是 不要说咱们有部分同学没有实物工作经验 哪怕咱们有的同学你是有实物工作经验的 你在工作当中对这个问题可能都有一个错误的认识 往往在工作中你把印交税费的余额都作为贷方余额 列在负债里面是不是 但是这种做法是不对的 因为印交税费 密系科目下面有的是 密系科目是借方余额 有的是贷方余额 那要是借方余额的话 那属于资产 不能列到负债里面去 即使是贷方余额 那也不一定都在印交税费里面 但是咱们有的同学不是说所有的吧 有的同学可能在实物工作当中 哪想这么多 就是按照总占科目填在负债里面 反正也没人管我的 就这么填上去了是不是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细节从细节角度来说 印交税费科目下面有印交增值税 未交增值税 代替扣金项税额 代人证金项税额 增值税流理税额 这几个民系科目有可能出现 期末借方余额 借方余额本质上属于资产 那既然是资产 我们必须要在资产里面还 在资产负债表资产项目里面掠视 那在哪呢 其他流动资产或者是其他 非流动资产 这一点要注意一下 那其实去年考试就考了这个指示点 其他流动资产或者是其他 非流动资产根据它的流动性 产短 请大家注意了 资产 不是负债 接下来我给大家一个案例分析 我相信有的同学已经听过 2022年的课程 我当时在案例 在这个基础方课程里面 也是举了这个案例的 这就是上市公司一个案例 你看完以后就很直观了 人家就是这么做的 这是上海机场 2020年半年报的有关资料 有关其他流动资产的项目资料 其他流动资产 是资产负债表里面一个项目 具体有哪些内容 他已经劣势出来了 就是我们刚才涉及到的 涉及到的 比如他有期出余额 有期末余额 那这样呢 在资产负债表 其他流动资产里面劣势 不能翻到负债里面 去抵减其他的负债 报表上需要重新分类 填报表的时候 下面看第二个问题是 应交税费代转肖项税额 对去年考的是这个 考的是这个点 代转肖项税额 那道题非常好 考了好几个方面的知识点 包括有租赁 包括有收入 包括今天的增值税 都考虑一下 另外还包括了 我们在第二章里面 讲的重货一个问题 那就是 受托代销商品 受托代销商品款 这个问题 那个问题也是我们教材 没有详细的讲的问题 我们当时在重过第二章 不是补充过吗 在那道题里面 考了好多知识点 结合教材23章 财务报告来考 在报表上怎么念事 请注意第二点是说什么呢 有一个名习科目叫 代转肖项税额 代转肖项税额呢 它是代房余额 一般情况下是代房余额 代房余额 不是在阴交税费里面去减免 而是其他 其他 其他流动负债 或者是其他 非流动负债 什么是代转肖项税额呢 也许会计划已经确认收入了 但税法认为 纳税义务还没有发生 不需要交纳肖项税额 所以这个时候呢 要代转 将来去交纳肖项税额 这个我们后面 在收入里面 还会讲到 这样一个名习科目 第三个问题 那才是 在阴交税费里面列示的 比如未交增值税 是代房名习科目 代房名习科目余额 那在阴交税费里面 所以不是说 阴交税费 所有的 总占余额都在 资产费债表 印交费费里面 不是的 要根据 明习科目 分析费年 123 三点 这个我们教材上没有 给大家补充一下 好 到这为止 我们学习完了 这增值税 接下来我们再看消费税 第一 产品的销售 如果企业将生产的 因税消费品 比如化妆品 对外销售 交大的消费税 寄在税金及附加里面 主要是考这个科目 寄哪 如果是因税消费品 用于在建工程 或者是非生产机构 那就寄到在建工程吧 寄到在建工程里面去 比如企业生产的产品 用于在建工程了 借在建工程吧 带库存商品 包括这个消费税 也寄到在建工程里面 第二个问题是委托加工 我们刚才讲的是 直接是产品销售 那么第二个委托加工 这个问题呢 我们在第二张从货里面 当时涉及到了 没有展开 今天给大家展开 委托加工什么意思呢 假公司没有加工能力 然后委托乙公司加工 假公司是委托方 假公司是委托方 乙公司是售托方 那么假公司将乙公司 要求乙公司委托他加工 假如加工的是应税消费品 需要交了消费税 那这个消费税呢 请大家注意 税法上为了加强税收管理 要求受托方 要求受托方 在受托加工时 代收代缴消费税 代收代缴消费税 啥意思呢 假直接把这个消费税 支付给乙公司 然后由乙公司来缴了 向税务机关缴了 假公司不直接 对应的税务机关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第一 受托方处理乙公司 那乙公司收到这笔钱的时候 收到这个税收的时候 借银行送还 代应交税费 应交消费税 能理解了吗 他是受托方 由他来缴纳 你要是不收 那你自个承担呗 是不是 我们重点讲委托方 假公司这一边 委托方 委托方 委托乙公司加工的应税消费品 向乙公司支付的消费税 我们寄哪儿的问题 站在假的角度 他寄哪儿 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 你如果加工回来以后 用于连续生产 你加工到这个A原材料 半成品 然后呢 就投入B的进一步加工 那其实B是包含有A在里面的 是不是 包含有A在里面的 然后再将这个B作为产品 在对外销售 这叫用于连续生产 那么 有关A委托乙公司加工时 向乙公司支付的消费税 我们寄哪儿呢 考试就考这个点 如果你是用于连续生产的 将来再对外销售 那么向乙公司支付的消费税 既在应交税费 应交消费税借法 等到将来销售时 再交了消费税 这什么意思呢 我画一个版书来说明一下 比如假工 刚才我举的例子 假公司委托乙公司加工 委托乙公司加工这个A 加工A加工好以后啊 加工好以后呢 假公司再把这个A呢 投到B产品里面去 作为B的其中一部分 B完工以后呢 B对外销售 这听得懂是吧 B对外销售 那么假公司委托乙公司 加工A的时候呢 因为是应税消费品 需要交了消费税 而且是代收代交 付给谁 付给乙公司的 付多少呢 我假定 组成积税价格是一万块钱 一万块钱乘以百分十呢 假定税率是百分十 消费税率百分十 那么意味着 假公司要向乙公司 付一千元的税 一千元的税 然后等到假公司 把这个加工好的A半产品 投入B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以后 对外销售B的时候 假定B销售价格五万元 五万元 大家想一想 这五万里面是包含A的一万在里面 这是本身是A 本身是A的 那么五万元乘以百分十 假公司销售这个应税消费品时 应当要向税务机关交纳五千元的税 但一个问题出现了 假公司重复征税 因为假公司当初在委托乙公司 加工的时候 已经代交了一千元的税收 一万的百分十 今天我加工好了以后 这个B里面本身是包含A的 那按照总的一个价款 五万乘以百分十 那假公司要交五千块钱的税 那重复征税 所以我们会计上 为了避免重复征税 当假公司向乙公司支付这个税收时 我们既在应交税费 应交消费税的介绍 然后等你加工好了 B长平对外销售时 你依旧按照五万元乘以百分十 算出应交消费税五千 实际在最后交纳的时候 你只要交四千就可以了 这样就避免了重复征税 所以当企业收回以后 用于连续生产的情况下 向受购方支付消费税 记载应交税费 应交消费税的介绍 予以抵扣 以避免重复征税 我这么给你解释 你不就听懂了吗 是不是 那我就记住了 那其实就记住了 根本就不用再去死地了 是不是 这个逻辑很通的呀 相反第二种情况 那如果收回来以后 直接用于出烧的呢 直接用于出烧的 就不再加工了新的产品了 那我直接就到销售时 直接销售是不是 那我今天付出去的这个消费税 注意 它要记入委托加工 应税消费别的成本进哪儿呢 记入委托加工物资 或者寄到生产成本 那这是为什么呢 请注意 消费税不同于增值税 增值税是加外税 所以我们在销售上面是 主营业务收入上的 不含税加确认是不是 那是加外税 在价格基础上 在销售价格基础上 再加上税 我们今天不是 消费税不一样 消费税是加累税 我们教材人没有说这个问题 什么叫加累税呢 就是说消费税是属于 产品组成寄税价格的一部分 你是产品成本的一部分 那将来直接对外销售时 就不再交了消费税了 因为你没有在加工了 你收紧 你当时收回来 A付了一万元的百分之十 然后A又对外销售 A本身就直接对外销售 那本身对外销售 那就不存在消费税的问题了 因为我前面已经付过了 那要有一些增值税的问题 我增值了 是不是 我销售价格高 我增值了 但是消费税 我在三个环节 我已经付过了 由于消费税是 组成积税价格的一部分 说白了就是 长平成本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要寄到 长平成本里面 因此 记入此时 如果直接对外出售 记入委托加工物资 这个科目 给大家归纳一张表 第一 如果收回后 用于连续生产 那么我在付 向售购方支付 这个消费税时 我借应交税费 应交消费税 等到将来销售时 我再交纳消费税 我可以抵减借方的 避免重复征税 反之如果收回后 直接对外出售的 那我今天就直接 寄到成本里面就OK了 将来销售时 我不用再交纳消费税 我已经交过了 是这个意思 前提是直接对外出售 好了 选择提选项 说明在这种情况下 请大家注意 在这种情况下 向售购方 向售购方支付的 这个消费税 其实是记录 长平成本 那么这个问题 学完以后 请大家去复习一下 第二章 我们在第二章讲 这个外购商品的成本 外购从获的成本 包括一购买价垮 二相关税费 相关税费里面 其中有一种情况是 伟多方 伟多售购方 加工应税消费品 在直接对外出售时 向售购方支付的消费税 应当记录 从获的成本 这就是考底 这种情况下 在你记录从获成本 你只要掌握这个就行了 所以你现在该做的事情 是干什么 停下来 暂停下来 翻一下教材第二章 那一块我们没有展开 就像有的同学说 因为老师在第二章 怎么没有讲消费这个事情 因为教材是放在这 你可能考过中级会计支撑 因为中级会计支撑 把这个内容放在 从获来一章讲的 OK 这个问题就这么过 接下来第三个问题 简单的看一下 进出口 应税消费品 分两个问题 一个是进口 一个是出口 进口情况下 消费税寄到成本里面 就是刚才所说的 它是组成积税价格的一部分 你支付的消费税 要寄入成本 出口的时候 是直接免税的 分两种情况 一个直接出口 就免税不用算 第二个 也有一种情况 是代理的 代理的寄到应收里面 将来退给你的时候 直接代应收 就OK了 抵消掉了 好 接下来我们看空号三 其他的税费 资源税 企业销入 换产品的时候 要交纳资源税 进入税金基附加 第二 土地增值税 如果是房地产开发企业 交纳的土地增值税 进入税金基附加 如果是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 地上建筑 这个时候是 固定资源清理 机道再建工程里面 这个注意一下 然后第三个 这块是小税种了 注意一下 什么房产税 土地使用税 车产税 这些都寄到税金基附加 代方代营交税费 还有一个税 印花税 印花税寄哪 印花税也是寄入 税金基附加 那我为啥不写在这呢 请大家看下面这个版式 印花税 因为不需要通过 印交税费 它直接通过银行存款 直接付个税务局的 不是什么印交税费 你去买的时候 你看就像邮票一样 我不知道有的同学 可能从事实务工作同学 有感受的 直接在售局去购买的 那么接下来第四个 陈建税 陈建税寄入税金基附加 所得税注意 那所得税 当然寄入所得税费用了 所得税这个事 今天暂时就这么过一下 后面专门有一张 将所得税到那儿再说 是属于难度比较大的章节 好 这是一些小的税种 或者说 所得税这一块暂时不展开 这一块主要是注意选择题 还有第六个 耕地占用税 这个不需要通过印交税费 和谁一样 和是印花税一样 另外注意一下 它是基础在建工程的 但凡带银行存款不是印交税费 所以下面我归纳一下 两张表 第一张表 哪些寄到税金期附加的 一二三四五 包括我要补了一个 交易费附加 这些都是基础 税金期附加的科目 第二张表就是 不通过印交税金核算的部分 那就是这两个 这些都是所塞的 所以我也讲得快一点 注意一些选择题的选项 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道题 2021年考题 假公司为增值一般纳税人 2020年假公司发生的 有关交易或事项如下 第一 初次购买税控设备 支付200万 接到哪儿呀 这全部寄到固定市场里面了 第二 支付维护费50万 寄到管理费用了 交纳资源税 税金期附加了 交纳印花税 税金期附加了 那下面我们来看 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来各项关于假公司 上述交易或事项会计处理的 表示单中 正确是 单选题 A 交纳的印花税 直接记录当期的管理费用 错的错的 税金期附加的 B 支付增值税 维护费 在增值税 因纳税额中 抵扣时 却认为营业收入 没这说法 充减管理费用 C 初次购买 初次购买税控专用设备支付的 这个费用 在增值税抵扣时 充减管理费用 这是对的 我们前面不是写过分路吗 是不是 这是对的 就是你这个 增值税 借房借 截面税还 贷房贷什么 贷房贷 他说抵扣是吗 抵扣是就是借 截面税还 贷房贷管理费用 这是对的 D 交纳的资源税基础是难成的 这是错的 税金期附加 所以我们这道题的单选 比较简单一点 C 选项 接下来看第五个问题 应付股利 也属于流动负债 应付股利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上市公司 企业 股东 分配现金股利 分配现金股利 那么要注意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时候 我们要审议批准 宣告分配现金股利 在实际支付前 形成负债 没有支付的时候 形成负债 什么股东大会 不是董事会 我下面给大家 把这个问题延伸一下 上市公司 实务当中 一般情况下 资产负债表日 12月31号 4月20号这一天 上市公司公布年报了 比如我们现在上市公司 正在陆续公布年报 比如某一家上市公司 4月20号公布年报 年报上面有利润分配 美食股派两元现金股利 那就是现金股利 那是董事会拟定的利润分配方案 这一天是不进行账务处理的 请注意 因为还要经过股东大会的批准 股东大会批准的才算数 这一天批准了 我们才进行账务处理 带应付 鼓励 然后等到7月20号实际发发的时候 借应付鼓励 带银行存款 我们看这写两笔分路 大家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董事会那一天是不能进行账务处理的 董事会只是拟定一个议案 股东大会说了 我曾经就关注过上市公司 董事会年报公布以后 公布了一个利润分配方案 最后股东大会可否决掉了 因为最终是由股东大会来批准的 所以股东大会批准以后 上市公司进行账务处理 借利润分配带应付鼓励 这个我们在长期股前投资那一章 给大家也讲过 作为企业宣告分配鼓励的分路怎么写 现金鼓励 实际支付是借应付鼓励 带银行送上就可以了 下面再给大家画一个表说明一下 董事会通过的时候不确认负债 这一点请大家注意 我刚才说了 董事会只是一个议案 提议 最终是要股东大会批准 咱们有的同学不是学经济法吗 去看一下公司法这一章 董事会的职权有哪一些 股东大会的职权有哪一些 其中 董事会职权之一是 制定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 而股东会不是 股东会的职权是审议批准 所以最终是由他来通过的 当股东大会批准了 我们才能做刚才的一笔分路 借利润分配带应付鼓励 然后实际发发时 借应付鼓励带银行送上 所以注意选择机的选项 考的就是这细节问题 是股东大会通过才行 董事会通过不行的 不能进行账务处理 好那接下来最后一个问题 其他应付款就是除了刚才所提到的 其他的款项 这儿有个支持点说明一下 其他应付款在资产负债表中 它的范围比科目内容要多 为什么说它多呢 在资产负债表中 它是三合一 怎么个三合一啊 其他应付款科目 应付利息科目 应付鼓励科目 合在一起填列 填到资产负债表 其他应付款项目 三合一了 也就是说你在资产负债表里面 如果尚未支付的利息和鼓励 是找不到的 应付利息 应付鼓励项目的 因为它已经并到哪儿去了 并到其他应付款里面去了 这一点等我们后面学习财务报告 还会讲这个问题 我今天只是先提前说一下 好了 那么到这儿为止 我们整个这一节流动负债 主要是这些零零碎碎的一些内容 好 这一节课我们就学习到这儿 下节我们再见 拜拜